豆豆影视派天天都精彩 大家好我是豆豆 随着国产电视剧层出不穷之际 在过去的2019年里 观众们又陆续迎来了都挺好陈情令小欢喜等多部电视剧来袭 除了拯救观众剧荒困扰 更是彰显了国家文化软实力 那么在过去一年里 是否有只得大家二刷底良心剧呢 今天 豆豆个人觉得2019年入股不亏五部电视剧给大家做个简单点评 看一下你追过哪几部 一 想见你 豆瓣 9点2份 主演 柯佳燕 许光汉 施博宇 第一次看这种有推理悬疑成分的爱情剧 不管是爱情线还是悬疑线 都超好看 剧情有点烧脑 时间节点很多 但又不乱 随着剧情展开 真相愈发清晰 主演演技超棒 98年阳光开朗白目的李子韦 2019年成熟稳重的铁拐李 2010年乖巧的王全胜 孤僻忧郁 陈韵如 活泼可爱黄雨萱 每个角色性格特点鲜明 演员们都把他们演活了 至今仍旧无法自拔 准备二刷走起 2 陈情令 豆瓣 8点2分 主演 孝战王一博 孟子义 作为2019年夏天最火电视剧 陈情令的横空问世 除了令不少观众大呼过眼 已有位静脉 剧中笑战 王一博两位主演的实力演艺也赢得观众认可 此外 剧中浮化道以及配乐上同样可圈可点 为该剧增添了不少色彩和看点 总之很感谢出演这部电视剧的所有演员们 感谢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为观众演艺磨道祖师这个故事 感谢他们在这个夏天与我的相遇 3. 庆余年 豆瓣 7.9份 如演 张若云 李沁 陈道明 作为看过原著的人 对于好好的全眸剧被改编成为此诙谐搞笑 有些心里不适 个人感觉这是原著最大的亮点 而不是语言风格上的搞笑 我很不喜欢现在的流水剧 虽然看剧是为了放松 但不是为了放水进脑子 贴开这个 里面的演员 特别是老戏古门的表演真的是非常棒 跟原著得贴合度极高 这八分基本都是给他们的 希望他们能出产更多更好的作品 4. 锦衣之下 豆瓣 7.5份 如演 任嘉伦 谭松韵 寒豆 去年 在多部新剧热播之际 锦衣之下低调开场后 便吸引了不少观众眼球 博得了观众喝彩 剧中任嘉伦的酷炫 谭松韵的鬼马 寒豆的暗黑等等 人物形象十足 画演技于无形 同时 剧情上同样惊得起推敲 令人回味无求 纵使特效以及孵化到上槽点满满 但这篇古偶好像自带滤镜 让人欲罢不能 尤其是男女主的颜值演技 君在线 眼神全是细 带入感激强 CP感激强 硬是撑起了整部剧 5. 陈希元 豆瓣 8.2份 主演 张震妮妮李东学 因为此前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已是仙侠剧巅峰 但是 看了陈希元 尤其是张震的眼神和妮妮的眼泪 演技大爆棚 直接对张震和妮妮陆转粉 已经看了三遍了 越看越有嚼劲 演技实在太好了 剧情设定也很严谨 浮化到很有代入感 贴合情境 剧组全部人员真的是用心了 给大家奉献了这么一部极品力作 满满正能量 爱和责任 太感谢了 不舍得这部剧结束 希望可以继续拍 天天撒糖就行了 不要虐 除了以上四部电视剧 你是否还有其他推荐 欢迎关注点赞 留言讨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